人的这些贪嗔痴 总体来说是 一般人言的话 就是印度 尤其是佛陀 就是有逻辑 也就是理由来观想 然后调伏了一些 有这样的改变了一些 不是说是祈祷 就是先说 消除我们的中国 我们不需要的那些烦恼 就这样是 做齐齐的话 就是没很大的效果 那真正要 这样的改变的话 那就是开示 就是开示 然后我们就按照 追随佛陀 所开始的那种 去改变实践 就是来 就是消除这个烦恼 这就是非常合理的 现今这个事情 就是人制造出了 很多的困难和痛苦 因为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